欢迎回到大选论坛 今次辩论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三位候选人 每人将会做一个一分钟的简节 首先请绿党候选人Hastin先生 非常多谢等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到与社区的人事对话 请大家在列治民山选区 投票给绿党支持绿党 就是支持列治民山的未来 就是支持一个新的声音 支持一个新的远景 支持一个全新的列治民山 以及一个全新的加拿大 这种全新的加拿大 将会利用加拿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正如我们今天 一起在辩论桌前共同探讨 我们将攀手合作 创造新的未来 列治民山就好像加拿大的一个缩影 是一个美好的社区 它拥有丰厚的历史 现在又将会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很多谢有机会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辩论 并提出六党的立场和政策建议 我们今天讨论了有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赞同我的看法 林顿先生拥有领导能力 新民主党值得当选 请你投新民主党一票 我想请你回想一下 在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的时候 一些国家 一些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 美国提出了经济刺激计划 代价是7000亿美元 但就只是帮助大公司、大企业、联邦保守党的政策计划 没有实质的内容 林顿先生和国会的各党合作 曾经对总理说 如果要继续担任总理 我们就要做一些实际的事 就是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 并且令到加拿大的经济由衰退中行出来 和各方合作、开放市场 我们新民主党的政策措施更加切合实际 针对工会成员和家庭 针对所有加拿大人 多谢 感谢WOW TV主办了这个很有建设性的论坛 作为在列治文山居住了30年的市民 我了解我们的社区 多年来 我傾听你们关注的问题 并作出了回应 由服务客户的角度 你是最优先的 我们重视了对你的关切 作出回应和行动 在我担任公职期间 我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感到非常骄傲 我请你在选举投票日 投票之前我 Brian Wilford 自由党的候选人 因为你的关系到社区 关系到发挥领导力 不单止在本地 也都在全国 乃至国际上发挥领导力 你的一票至关重要 你的一票将会关系到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国家和未来 非常感谢 好多谢各位参加我们2011大选论坛 我们下一期的大选论坛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